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汽车叫GENESIS 在这个收音镜里面 等于叫这个昌世纪 昌世纪有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大概它说是第一面了 第一个新的开始 那这个车呢 它不便宜 是六万块钱 那你就会问我 南韩汽车六万块钱好不好 我刚开过的大概三百公里呢 从这个坎贝拉开到这个新南卫伊斯一个走庄里面 感觉到开了很多烂的路 就是乡川的路啊 高速公路啊 高速公路你知道这个温影图这个结合点 那个东西呢 它非常稳定 车里面呢 非常安静 我感觉到这个车呢 跟这个宝马瓶子啊 硬分离体啊 跟这个伪奏包差不多 某一方面 我感觉到它给它们还有好一点点 但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这个汽车这个防撞这个平行这个成绩了 它从三十七分里面拿到三十六 三十六点六八分 就差不多是满分 那你看那个南韩汽车呢 拿到这个自动防撞这个平行系统里面 那么高的分数的时候呢 急了大家去注意 这个车在美国呢 当然已经拿到这个美国最好的汽车的大涨 还有呢 它在这个中级这个豪华汽车里面 重型豪华汽车里面呢 也拿到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四这个分量 去年呢 拿到百分之四十六 看见那个样子的这个走向呢 就是这个车非常受宽营 这个车呢 唯一一个小的问题呢 就是说 如果你花大概六万块钱 加一万一千块钱 拿高一档的配置 再加总共加两万两千块钱 拿最高的配置大概是八万两千块左右的时候呢 你感觉到挂这个现代汽车的牌子好呢 还是宝马 还是奔驰 还是Infinity 还是伪咒报呢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销售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主持人 就是这个销售总监 他就是说 大部分他们买这个汽车的人呢 都是大概四十 四十岁到六十岁的企业家 还是专业人士 他们比较喜欢的相信自己 就是你试车的时候 你感觉到这个车会好的时候呢 那你就买 所以我感觉到有两个方向 第一 安全 第三 表现 第二 表现比较好 第三 就是对象的企业家 就是相信自己所选择的东西 饼牌 不一定去追捧 就是过去欧洲的名牌 这个也说得真呢 大概六万块钱 你跟最便宜的美国的德国的豪华车 跟英国的豪华车商比较 最小也相差了两万块钱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销售点 那我希望大家 无论你要买还是不买 你可以开一开 相信自己去评定一下 你的意见是对 还是另外已经建立好的饼牌是对的 好 这里就跟大家分享那么多了 再见